南投县自然生态丰富 像位在于竹山镇郊区的藤湖社区 因为靠近山区植物生态种类繁多 相对的蝴蝶也比较多 但是民众往往却不知道如何分辨蝴蝶的种类 社区也因此特别邀请生态专家 来进行蝴蝶生态营的活动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社区的生态 画面上纯新的大只蝴蝶 也就是俗称的蝴蝶 让来生态营学习的长辈们感到非常有趣 原来自己平常看到的蝴蝶有如此多的种类 蝴蝶的时代 分两百百百百百百百的 一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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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的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把蝴蝶来 Pet 许 Iowa说整个不合成 牙會生 生的變成糖 糖再變成牙 牙有工的 還有木的 還有一種菜牙 一種跟大隻的那種什麼牙 鳳梯 獲得真是體質 竹山寸郊區騰湖社區因為靠近山區 植物生態種類繁多 相對的 蝴蝶也較多 長輩們雖然常常看到蝴蝶在身邊飛舞 卻不知總會違和 因此社區特別邀請生態專家 進行蝴蝶生態營 今天有彭國東老師 來到我們社區 來跟我們中夥上課 今天大家上課很高興 因為平常我們的中央 他們看到蝴蝶只知道 他們從小到大看就是蝴蝶蝴蝶 今天他們有學者有老師來講解 來解釋 所以他們就知道說原來我們的社區 蝴蝶的情侶這麼多 而且原本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稱是什麼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現在都有辦法解釋說 原來這隻是文白蝶 原來這隻是鳳蝶 這隻是鋼的 還是這隻是鋼的 所以他們今天學得很高興 我剛才教他們說 小材蝴蝶 這蝴蝶的基本構造 全刺後刺幾隻腳 然後這個叫觸腳 那個叫幾隻腳 怎麼樣 食育自行育樂 這些哥哥姐姐 勾起他們童年的回憶 我覺得這就是 讓他們的生活的寬度 能夠找回來 大家沉醉在那種快樂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譬如說剛才看到那個大蝴蝶 那就是要比較有鮭筋 譬如說是柚子 檸檬 柑橘這些 那如果在山上 各有一些山區的 所以每一種蝴蝶 對他們來講 他們躲在這裡 但是小杏可能在山區 或是他們種植在山區 所以還好也不會太陌生 他們也覺得蠻有感的 覺得真的是一種愛鄉的情懷 跟親近大自然 生態老師彭國棟也表示 如果要分辨蝴蝶的宮 魚母 非常簡單 只要注意其花文 並希望透過課程 讓大家更認識自己 四區的生態 以及環境生態的重要性 記者 長青福 主山證採訪報導